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在餐厅吃完饭以后的一个意象 那这个意象里面有一个装白开水的瓶子 还有我们吃的水果 然后我故意放下一个旅游的手册 希腊雅典爱琴海的旅游手册 这是一本书 那么这种图像的过程 我想作者要去呈现一个心情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构图 我们实际上讲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所以我们如何从画面里面去书写一首诗 或者是说 从你的心里面想的诗的诗情 去建构一幅图像 所以吃完的过程 吃完以后大家聊天 聊天我们就想说应该来留下一些记录 所以在餐桌上就把水果 把白水 把旅游的导览手册放在一起 让它构成一张图像 所以其实这样的东西 我们永远记得说 就到希腊去 吃饭的时候 喝酒喝油 然后饭后就喝白水 吃死鬼 这是我们以后 不管你过了几年以后 你在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 你就会回想到 你带希腊吃完饭的那段时间里面 你在想写什么 希腊 去希腊里行 在爱琴海 喝酒 喝油 餐听饭后 喝白水 吃死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